好 那今天很高興的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們這個 雲端數位時代 那麼 我們今天主題主要就是針對什麼 一些雲端服務啦 免費軟體 希望他可以提升你的 學習跟工作效率 這很重要嘛 對不對 現在我們都講說現在是一個 數位雲端的時代呀 那 你如果還是只有單機的 思考模式可能 您在使用上也許會覺得說 好像比較瘦鮮一點點 比如說我就一定要回到辦公室 才能夠做我的事情 對不對 回到我家的電腦才能做我的事情 那如果說比如說你像可能到 這個學校教室來了 我可不可以在 好像所謂的移動辦公室一樣 我走到哪裡 我的資料我就可以隨時存訊 好 那我們這邊呢 有一個就是 這個 我們這邊有一個線上的研習小測驗 就是要先了解一下說 大家 對於 這些幾個 我們可能平常 有在使用的工具也好 或者是這些服務 或者是Google功能 有沒有去做一些認識 首先像第一個 你還有在用我的最愛嗎 有愛很多嗎 哈哈哈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你的最愛 常常都只留在家裡 只留在辦公室啊 回家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因為都在辦公室裡面才有愛他 對不對 那所以 當然也有一些就是同步的功能 但是如果你沒有用的時候怎麼辦 你常常可能就是 我就是要跑到那台電腦才能夠用 萬一那台電腦不小心 像我最近有那個同學 有遇到兩個 就是 有遇到那個電腦 有沒有被 勒索軟體鎖住啊 然後就要你付錢啊 付錢才能夠放人的那一種 大部分那一種會中的通常都是去對岸的比較多 去對岸做勤資收集 就他可能去找一些資料啦 對不對 那就比較容易有機會中到 那所以 這樣萬一你電腦掛了 你那些我的最愛是不是就完了 雖然說你 你有的部分資產可以再加回來 可是 你總是要再重新整理一次 是不是要花一些時間 類似像這樣子的 那 另外呢 現在 像 第四個這個 我相信各位 同學或老師 應該現在都有聽過摩克斯對不對 孟斯 那我們中正其實有 蠻多 我看有 應該有四五門課 我在網路上有看到的 我覺得MOS的課 至少有四五門 就有開了 那 類似像這個 在這個在對岸稱作什麼 木課 羨慕的木 反正都是執意啦 只是方式不一樣 那 這個呢 在我們 對岸的部分呢 其實比我們台灣更蓬勃發展 他的課程更多 甚至我們 我還有發現 最近有一門課是那個 雲科 好像是雲科大的 台灣不要開 直接跑去那邊開 就台灣沒有開 MOK的課 直接在 大陸平台上直接開課的 也有 也有這一種 所以 蠻特殊的 那 另外呢 其實 呃 這裡像 RSS閱讀器啦 像這個 RSS reader 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收集 方式 等一下我跟各位介紹一下 也許可能 這不是新服務 這就是 存在比較久一段時間的 但是它還是一個 蠻好的一個方式 那再來就是什麼 最近還蠻熱門的這兩個 有沒有聽過這個 有的可能有聽過對不對 你在做筆記的時候 也是一樣的情形啊 紙本的筆記我還是覺得還是很好用 但是呢 怎麼辦 你如果說 萬一不見了 或者是怎麼樣 放在家裡 對不對 你沒有帶出來 或者你筆記很多啊 沒有帶出來 那 有時候要剛好要查一下 就不方便 好那所以 你也可以把紙本的轉換成上面 那當然 它也有App 所以也可以轉 就是直接在你的手機上也好 自衛行動專制上 電腦裡面就直接查 重點其實現在都不是資料 的怎麼樣 除了 保存以外最重要是 你要怎麼樣能夠重複使用 這很重要不然 這些最愛 你都通常都只愛一次而已啊 人走了都不知道 因為有些網站 怎麼樣 已經不見了 你還是愛在裡面 結果都不知道已經 對不對 所以 這些我的最愛事實上 很多時候你還會重複加入 以前曾經愛過啊怎麼 最近看到還不錯加入 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可能就已經存在過那 有沒有找過呢 怎麼找 我們 我們的那個什麼 我的最後書籤功能 其實 尋找功能就比較弱一點 所以等一下我們跟各位介紹一下 有沒有 比較方便的方式 可以讓你帶著走的 另外像這個 現在呢 遠端的連線 遠端會議 這個 老師部分 跟同學應該也蠻多 有機會也用到 對不對 有沒有 沒有 像我最近在那個 中正我們青江學習中心啊 有開課嘛 那我們就 有幾次就是利用 因為大家時間很難喬 那有的 像我比較遠嘛 那所以我們就用 Skype的方式 直接做遠端會議啊 那麼 如果像 我平常上課的話 同學有問題 因為我是堅韌的 所以我就是 只有上課才會去學校 那 同學問題怎麼辦 沒有那個office hour 有問題就隨時 連線一下比較快啊 這樣就不用見面喝咖啡 解決問題為主啊 對不對 就很快就解決了 那 另外呢 像這個 也是很重要 就因為雲端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做這件事情 別人也只要知道 你的帳號跟密碼就好了 對不對 至少我寫沒有給你 我已經知道你帳號 這樣應該沒錯吧 是公開的啊 所以剩下哪一個 剩下拆密碼而已 所以如果你的密碼 那是金融莎是沒人 哈哈哈 有沒有那種很容易拆的 那就比較危險啦 所以 兩階段驗證也是一個很重要 那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看看大家回答的情形 看看大部分 還有在用的 表示 書籤 可能 你還屬於單機版的 對不對 就像我剛剛那個情形 應該用的 另外一個 大家比較 有用的 大概就是 我們講的那個 Skype 還有那個 Line 因為像這個 太多人用了 所以 當然好處也是 有它的好處 可是缺點就是 隨時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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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個 Google的 Google的 哪一個Google的 不過等一下我會稍微再解釋一下 那 因為以前 我們 打造雲端之路 主要是以Google的服務為主 所以像那 Gmail怎麼用啦 對不對 怎麼整合起來啊 跟雲端硬碟啦 跟 日曆為主 那 這一次呢 就是以我們的 本極端 還有就是 瀏覽器的那些 所謂擴充工具 還有App為主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我們這次不一樣的 那 另外 這個 真正有實體參加過 某個課程的 其實 看起來是蠻少的 看起來是蠻少的 很顯然的 大家都還是蠻傳統的 因為這個學期 我選就很多線上課程 線上課程 所以其實 這個 這個線上課程其實大家到 不用太過擔心啦 開放課程 自主學習 上課不交作業 上課不來聽 期末報告期中報告不交 你家的事 老師沒有辦法管你 這樣了解嗎 目前因為其實Moc課程 不是屬於所謂的付費課程 不是屬於付費課程 在國外是有 國外是有付費課程 台灣的話 原則上都是屬於免費課程 所以其實你要怎麼加入 隨時加入 隨時聽 都可以 那他也 不會有什麼 就是像我們 不見得是傳統課程 就是我們 就是18週 沒有 可能老師自己自行 決定主題 這個主題 也許 我可能是 大概 8週 就夠了 他就用8週的時間 來把這個課上完 那開課 時間也不見得 一定都是 就是9月才開課 那老師可能就隨時會有 開課可以上課這樣子 等一下我們稍微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樣 您大概了解 所以也稍微了解 大家 現在對這些服務也好 或對這些所謂的功能 所使用的情形 OK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看看說 到底我們這個 裡面主要會有哪些內的 那您進到任務裡面來之後呢 就這裡有一個新制圖 就是您現在手邊拿到的那個 講義的部分 我這次就 不要太花俏 就直接 用新制圖給大家就好了 也不要做特別的簡報 就這樣子 好 我可能要把 放大一點 您可以看到其實 我們整個一個 流程的話 事實上雖然現在 行動裝置方便但是我想 以 大家比較 就是方便使用的 還是從 個人電腦或者是 PC或 從那邊開始 畢竟 螢幕比較大一點 那行動裝置是輔助我們 去取得那些資料 不管是 既有的資料 還是你要取得 新的資料 比如說你拍照也好 對不對 或做一些所謂的 紀錄 那當然用行動裝置攜帶上是相對方便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會先從 個人電腦的這邊 先開始 先跟大家介紹幾個 可能 您之前 也許 沒有用過的方式 一些小工具 來幫助你 那有了這樣的概念之後呢 我們再往右手邊 就會進到我們跟 所謂的瀏覽器 這個部分 那忘記考各位議題了 你還在用IE嗎 這樣有沒有很諷刺 IE其實現在 市占率市占率越來越低 可是不可否認他還是第一名 好畢竟 他是跟著微軟一起來的 對不對 你又不能說不要他 好那所以這是他的優勢 因為他有最後一種優勢 那 可是呢 不管說他現在 Win10之後推出的 Edge也好 或者是之前的 IE的11 現在最新 IE就到11 那Win10之後就 拋棄了 就改用 所謂的Edge EDGE 那他的使用方式就跟 我們的那個 Google的Chrome 還有Firefox 是很像的 那 以所謂的附加元件 或者是擴充工具來講 事實上是 火湖 Google這邊 事實上是相對多很多 所以 我們會以這個 附加元件的方式跟大家做介紹 跟大家做介紹 那另外就是我們剛剛有跟哥提到的 書籤的部分 書籤的部分你可以做什麼樣的一個 調整 那最後呢我們再看一下我們所謂的 資訊的收集的這一塊 資訊收集的這一塊 那麼 您看到資訊收集的這一塊的話 我們主要會 跟各位介紹就是像用 搜尋引擎 有什麼樣的搜尋的小技巧 對不對 大家你也用Google 我也用Google 現在不用Google找的應該很少 還是你有用哪一個 入口網站 你們家首頁現在是設哪裡 Google 如果你設Google大概就表示你可能是比較喜歡 找東西的 如果是設Yahoo 就知道他是比較喜歡看新聞 因為家裡現在沒訂報紙 對不對 雖然我們最近Yahoo也是流年不利 準備要被拍賣 不是說拍賣 就是要賣掉了 對不對 那很可惜 以前我們就有分享過 Yahoo已經不做收集已經很久了 因為他現在用的都是什麼 就是MSN的 所以現在其實主要的入口網站就兩個 一個是MSN 微軟的MSN 另外一個就是Google 當然MSN跟Google 老實講現在是長得很像 因為微軟 打不過就加入 所以他那介面是很像 很像 那其他的搜尋引擎像什麼HINET 那些大概 我想你應該不會特別想要用它 應該因為沒有什麼特殊之處 對不對 好 那所以 我們主要會像搜尋的應用 RSS 尤其像我們剛剛看的RSS 其實用的 同學用的也不多 那另外其實 像各位你們今天加入的這個平台 OneNote 其實我也是把它當作是一個很好的 上課的資料庫 當然如果今天你不是用來上課 你也其實也可以拿來當作收集資料用 就好像書籤一樣 也可以用 也可以這樣用 那另外還有一個像Google加Flipboard 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對不對收集資料 那尤其是 如果說 因為我們比較擔心就是說 大家如果說你常常關心的都只有台灣這樣的一個 比較區域性的 就有點可惜 因為有很多大陸對岸的也好 或者是其他全世界的 有很多資訊 可能 如果你 因為大部分很多人都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沒有翻譯我都懶得看 對不對 但是 你如果不去這樣看 你就發現 你的資訊就通通都被過濾掉了 只有有翻譯你才看得到 你是不是自己又擋掉很多了 所以 透過Google加也好 Flipboard 你可以找到很多什麼 跟國外 就是一些相關的那些所謂社群 一些新的消息 這樣可能你的 資訊流通度會再更快一點 OK 所以這個大概是我們 今天主要的一個架構 我會說 不然 你會不會再看 你會不會再看 我會說